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12月5号上午10点 战前派出所接到一名群众报警称 在铁北二路附近有一名男子倒地不起 接警后民警也迅速赶到现场 一名男子在马车中间躺着 口吐白沫 然后浑身抽搐 我们把他嘴里边还有鼻子里边东西清理清理 随后民警用警车拦住部分路段 防止过往的车辆压到该男子 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这边是一直坚持着去呼唤的 尝试与他这个进行沟通 然后想问一问身体到底是哪里不舒服 意识比较模糊 然后呢就是指自己这个心脏的位置 几分钟后急救车到达现场 民警帮助急救人员将该男子抬上担架运送上车 派出所人民警帮助这个救护人员 将该男子一起抬到救护车上 经过这个后期的跟踪和反馈 然后呢这位男子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该危重患者正在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重生 genommen 那么先帮助